大家好,今天是龙年正月初期,我在上海龙华寺,带你看看这边的过年气氛 龙华寺是上海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古刹之一 来源于佛经中,弥勒菩萨在龙华属下成佛的典故 今年也是龙年,龙华寺也带上了龙字 因此更是吸引了一些游客前来 平时需要买票,但是春节期间这里是免费的 据说龙华寺的这个斋面啊,素斋面是很出名的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尝一看 好了,绿灯了啊,我们看一下 哦呀,这个人 龙华会过街 从这边啊 今天啊,特别春节期间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这边是开辟了一个疏散的一个通道 这边也是人拦起了这个长长的一个护栏啊 也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啊,着想 好了,我们从这边进去 前方就是一座这个古的寺塔啊 今天的天气也是很给力啊 昨天经历了一波这个大风降温天气 然后今天太阳就出来了啊,很好 好了,我们在这个大门的位置啊 看这个进出口的位置啊 也是搞了一个这个龙年的一个视频啊 好,我们进去 请相处啊,一般的人来这边是烧香起湖的啊 正常听说是,进来的话先绕个几 顺时针绕绕绕个三圈还是多少圈 啊,看今天的人真的是很多啊 天气很好,因为 到处在那个烧香起拜 在这里烧香啊 在这里对着这个塔,对着这个正门,拜一拜 然后这边也可以点火啊,点火烧香的一个地方 这边也是啊,有这个蜡烛台,方便你烧香 然后你点好香以后,按照顺序啊 就是啊,这边应该是顺时针啊,围绕着这个塔 然后再转圈,转圈的话 心中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祈祷吧 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龙华寺的这个塔啊 可以数一下这边有多少层啊 啊,我刚才数了一下,总共是七层塔 它是按照中国古典建筑而建造的啊 我给大家拉近可以看一下上面的一些细节 据说啊,也有很多年轻人之前不烧香的呢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来烧香了 是不是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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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连郎里面有很多的书法啊 是中国古代的书法啊 有草书 行书 楷书啊 写的是 呃 别具特色啊 也 蕴含了中国古代文号的知识在里面 据传说啊 龙华寺是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啊 啊 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但是呢 据文献记载啊 可考的 历史最早 呃 可以追踪至北宋年间 也就是公元977年 他曾一度更名为空相寺啊 在明代又被次名为大兴国万寿祠华禅寺 寺呢 沿用的是龙华寺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龙华寺是1953年上海市佛教协会复制各殿佛像啊 重修各殿与新建藏经楼而成 好了 我们走到这个门前来啊 正门中间啊 上书龙华二字 然后呃 门中间呢 还有一个特色的中国的灯笼啊 也是洋溢出过年的浓浓的年味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山门正中间啊 是用隶书写的这个龙华典额 就是在两字上面呢 有一颗放大的金印 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 这个金印呢 这是龙华三宝之一的黄刺金印 啊 其实这颗印呢 好像不是金制的 好像是玉制的啊 大家再看一下 边上有这个江南古叉和人间兜率啊 这个两个字 这个江南古叉呢 因为龙华寺是江南最古老的寺院之一 所以称为江南古叉 而当年佛祖啊 指定尼罗为佛的这个接班人呢 去兜率天修行 龙华寺呢是 尼罗的道场人间修行的地方 所以称为人间兜率 好 随着我的镜头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进正门看一下啊 很多人啊在烧香祈福 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的香啊 最后是插在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地方啊 这里面是插满了人间这个来祈福的香啊 哇 这边烟雾好大啊 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 呃 的确啊 你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 心能够感受到这种宁静的氛围啊 这个就是我觉得 呃 有时候很多寺庙啊 带给你的这个慰藉 再来看看这边 这边好像是 功德供奉的一个地方啊 对这边是功德乡 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些这个功德啊 捐出功德 像这些电雨下面呢 就绑上了很多这个祈福的一些期待 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这边是一个大的这个槽啊 这个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当年啊 用这么一大块的石头啊 刻出这么大的一个芳槽 猜测一下 应该也是烧香啊 呃 祈福用的一个地方 像我们刚进门那个地方 哇 再来看一下 像这些都是 呃 上面这种红红色的飘带啊 上面都是 祈福的一些心愿啊 像这些电雨的话都是一进一进的 然后偏电也供奉着一些菩萨上面啊 也是红色的灯笼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边啊 都是人 那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 春节期间上海有没有庙会 呃我看到的是北京是有庙会的 但是上海这边好像没有 呃 但是呢 龙华这边啊 龙华寺这边 三四月份是有龙华庙会的 上海话 就是三月三上龙华看桃花 传说的呢 农役三月初三是弥勒化身布袋和尚的日子 为了纪念他呢 春天桃花开始 龙华寺会举行纪念法会 逐渐啊就形成了庙会 每年的龙华庙会呢都热闹非凡啊 有五龙五师表演 包括上海的一些老手艺人来表演啊 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 那每年三四月份的龙华庙会呢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热闹 大家有机会可以前来啊 一睹圣景 那很多人呢 顺便来会吃碗素斋面啊 那我们现在往前走啊 据说这个素斋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在拍上面的一只猫 哈哈 好了我们到了这个 龙华素斋这个地方 吃素面啊 往前面去 好家伙 这是吃素面的地方啊 排队 这个我估计要等 至少十分钟啊 二十分钟左右吧 那大家现在来吃素面呢 也是怀着一个 保佑今年身体健康的一种感情 其实也很快啊 五六分钟啊 就可以排到这个门前了 这边是先吃面后付款 这边还有这个 结圆普洱茶 美味一粒啊 这里面就餐环境是这样子的 还挺不错啊 简单啊素雅 看一下 这个大厅都坐满的人啊 都是来吃面的 好了 就在这边啊 直接取面就好了 看一下 是拿到的这碗素面啊 浓滑的 里面有黑木耳香菇面筋 这面筋 黑木耳 香菇 这是它的面条啊 尝试一下 这个面呢 不是属于那种很筋道的面 但是吃起来的嘛 吃的心里面比较舒服啊 健康啊 各种营养都有 这个香菇好吃啊 吃进嘴里面满满的这种香菇的味道 不是 有什么 这种香菇的 酱油 是有什么 是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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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